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 刚刚在欲南这边打包的一份快餐啊 三万五月兰顿 下来的话也就是十块钱人民币 最近这个视频收益太低了 真的太低了 昨天我的视频收益才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真的太少了 视频收益越来越低了 现在只能吃这个便宜的快餐了 没办法了 在欲南一直混不下去了 每天只能吃十块钱的这个饭 现在中视频下架了 中视频下架以后 现在基本上视频注意没有了 以前的时候 每天多多少少还可以维持一个生活 还可以维持这个住宿费 现在视频收益 每天都不够吃饭了 真的 这个自媒体真的没法做了 自媒体现在真的是 没办法干了 现在 哎呀 感觉这个自媒体也到头了 现在 现在没有收益 只能再简单吃一下 随便吃一张 嗯 嗯 也没办法吃的太好了 就简单吃一下 这次这个视频收益啊 从六月份开始都降了 六月份视频收益降了以后 嗯 到 九月份 现在 从视频取消 感觉这一年来 这个自媒体真的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大了 这个靠自媒体正下的时代 基本上也结束了 嗯 说实话我还没想到这个 自媒体 这个变革这么快 变革这么大 谁也没有想到 每个人也都没有预料到 大家都还以为这个自媒体 拍视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 能继续种钱 能继续欢生活 但是没想到 他这个 时代变化太快了 嗯 没办法 现在想要靠视频种钱 这个包包量得必须足够高 嗯 视频质量得足够 优质 啊 现在想靠这个一两万的包包量去挣钱 基本上不可能的 基本上真的 嗯 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时候 是自媒体的公立期 大家基本上 任何人都能靠自媒体 欢迎晚饭吃 现在随着平台这个创作者 越来越多 嗯 拍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有能力的人越来越多 优秀的作者越来越多 现在像我们这些 嗯 不优秀的这些作者 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没饭吃了 这个时代的变化 嗯 谁也无法遇到 嗯 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 自媒体 今年的话 变革这么大 嗯 结束的这么快 嗯 以后的话 嗯 要么就是去打螺丝 嗯 要么就是靠直播 直播要是有大哥自食 能收人礼物的话 还好 直播要是没有大哥自食 没有礼物的话 以后的话 就只能是接工程打工了 打螺丝 然后去上班了 没办法来 嗯 自媒体变化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我都有点 嗯 意料不及 嗯 你信 以前还觉得这个自媒体 还能再拍个一两年 嗯 再做个一两年 结果 今年的话 这个平台 规则变化太快了 6月份的时候 收益就降了很多 到9月份这个 中视频一取消 直接 就收益 少了很多 我比较喜欢吃越南的这个鸡蛋 我现在这个饭三万五 装起来说感觉还不错 嗯 原来这个鸡蛋也挺好吃 嗯 它越南这边炒这个土豆 可以说是没有倒一点点油 就是用这个清水煮的 嗯 在东南亚这块 吃饭很快 它这个菜 它都不倒油 嗯 全部都是水煮 肉的肉 我感觉他们也不炒 很多肉就是直接烤一下 嗯 感觉他们好像就是 嗯 只会烤 嗯 还有这个粥 你看这个菜 嗯 这个蒜 一点油都没有的 这个卖油的企业又是在欧南 嗯 嗯 胡椒都要倒闭了 因为欧南它 炒菜几乎不倒油 嗯 炒这个米饭 也是油很少 欧南这样 嗯 所以感觉欧南这边的话 这个 嗯 大豆油都卖不出去 嗯 嗯 基本上这个菜很清淡 非常清淡 这豆腐也是一点油都没有的 嗯 嗯 不过越南这个豆腐还是蛮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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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豆腐跟鸡蛋 嗯 嗯 吃完了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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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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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它非常棒 今年的这个自媒体真的是变化太快了 年初的时候自媒体的收益还是可以的 做的还行 到6月份开始 我感觉这个收益降了很多 现在到了9月份直接就是没什么收益的 十几块钱一千感觉可以胡萝卜基的 十几块能干它就是吃一顿饭 以后自媒体想要赚钱的话 就只有直播带货或者是直播打批 再一个就是拍优质的视频 拍特别优质的视频 然后播放量特别高的视频 但是优质的视频 播放量特别高的视频 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大部分人能力都是一般般 优质的视频 播放量很高的视频 一般一般主要大部分人都拍不出来 所以这个自媒体 以后的话 是越来越难做 要是做不下去的话 就只有去打工了 要是不想清空战打洛斯的话 那就想办法 拍更好的视频 创造更优质的视频 要么就是想办法去做直播 只能这样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